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内幕节目,我是宇童 今年上半年,习近平接连做出了一些人事布局 而这些布局越来越清晰地指向中共党内的一大反习势力 今年的3月28日,共军驻港部队发言人吴涛上校 发布消息,赖如新任驻港部队政委 众所周知,香港长期是曾庆红的地盘 公开资料显示,赖如新曾任南海舰队政治部干部处处长 南海舰队某综合保障基地政委等 2018年出任海军研究院政委 同年12月晋升为海军少将军衔 之后转任北部战区政治工作部副主任 2003年,中共成立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 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曾庆红 担任组长 从此,曾庆红全面介入香港事务 曾庆红的心腹廖辉 在1997年至2010年由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的提拔 担任港澳办公室主任13年 是中共掌管港澳工作最长时间的官员 在港澳事务决策方面 廖辉,前中共组织部长安子文之子安明 以及曾庆红包弟曾庆怀 这三个人构成了曾庆红控制香港的三大管道 唐嘉玄、廖辉这些人是直接对曾庆红汇报 可以说香港长期都是在曾庆红的掌控之中 至今依然有许多港媒 还是不断的反习捧江 显露出明显的江泽民曾庆红派系色彩 这个待会我们会为大家详细介绍 赖辉新任驻港部队的政委之后 没有几天 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就换人了 据江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网站消息显示 4月2日上午 江西省军区政委报哲敏 省军区司令员张公等人 到南昌市列市陵园开展祭扫活动 上述消息显示 张公已任江西省的军区司令员 澎湃新闻报道显示 张公曾任北海舰队航空兵参谋长 东海舰队副参谋长等职务 2019年6月晋升为海军少将军衔 此前担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的是吴亚飞 他是从2017年8月起 担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的 于2021年11月就不再担任江西省委常委 荣装常委则由江西省军区政委报哲敏担任 2021年7月23日据江西日报报道显示 原北京卫戍区副政委报哲敏已经调任江西省军区政委 报哲敏现年56岁 承任北京卫戍区副政委兼纪委书记 2018年12月晋升少将 到目前为止 在二十大之前 对于江西省这个曾庆红的老家 习近平已经将其军区司令政委全部换人 而武警方面 武警江西总队政委徐云飞 2021年也在解放军报向习近平表忠心 中共十九大后 武警政工部组织局原局长徐云飞接替陈恒 出任武警省江西总队政委 曾经有陆媒分析认为 由武警总部空降担任省级武警总队主官 这种人事安排并不多见 习近平对军队的两大人事任命 分别建置曾庆红的老家江西省和曾经营多年的香港 似乎不是偶然的 习近平的第三个动作是 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换人 6月24日下午 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多个任免名单 其中公安部部长赵克志被免职 由王小洪接任 就在当天 中共中央政法委官网 中国长安网就更新领导机构栏目信息 王小洪已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 与赵克志并列 但在赵克志之后 王小洪被公认是习近平的亲信 20世纪90年代 习近平任福州市委书记时 王小洪就负责习的安全保卫 去年11月 王小洪升任中共公安部党委书记 外界就猜测他很快会接任部长 只是半年过去后一直没有消息 次日两家香港媒体突然同时对外放风 香港民报6月25日发文 标题是 习旧部王小洪任公安部长 接替赵克志兼任港澳小组副组长 新岛日报同日发文 标题是 王小洪任公安部长兼港澳事务副组长 后者更直接说 香港2019年修例风波之后 公安部长同时担任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还记得我们之前说的吗 有一些港媒不断反习捧江 显露出明显的江泽民曾庆红派系色彩 我们发现 明报 新岛日报 以及香港01 南华早报 似乎都在扮演这样的角色 当然 仅从这条新闻完全看不出上述特点 这一点 我们随后会做更详细的介绍 根据上述报道 相信这一次习近平防港 王小洪会跟随左右 其实 作为习近平的重要亲信 在此前几个重要场合 王小洪都曾经跟随出访 比如 在2019年12月 习近平出席庆祝澳门回归20周年大会 就是王小洪亲自陪同 去年7月 习近平去西藏时 也是王小洪贴身随行保护 习近平在短短的几个月中 不断调兵遣将 涉及到了一个焦点人物 那就是曾庆红 而就是在2017年 习近平上一次防港前夕 红二代罗宇 曾披露了中共高层的内幕 罗宇说 从习近平上台到现在 习王反贪腐目标就是江泽民曾庆红 因为他们是最大的贪腐者 在这期间 江曾有好几次用很强烈的语气跟习说 你想干什么呀 你想把共产党的丑事都名扬天下 他们跟习王说了好几次 但习王没有理睬 罗宇解释 原因是习首先得保住自己 才能做后面他想做的事情 他得破除掉江曾策划的阴谋 就是把习推翻让薄熙来上台 所以这是习近平上台做的第一件事 他做得相当成功 胡温已经把薄熙来拉下马了 他再把周永康拉下马 习这是保命 罗宇还说习近平上台五年来 一直在肃清江曾的势力 到了今天 他们的势力也肃清的差不多了 但是习近平遇到难逾越的阻力 那就是江曾的势力就是贪腐的势力 贪腐的势力就是全党的势力 所以到了现在 两边都没有退路了 今年以来 习近平对驻港部队政委 江西省军区司令 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等这一系列换人的动作来看 依然没有跑出罗宇所说的这个范围 时至近日 习近平和江曾派系的权力斗争 已呈现出白热化状态 在内斗如此激烈的情况下 习近平访问香港 其安保必然升至最高级别 据报道 习近平于30日下午抵港 参加七一香港回归25周年庆祝大会 及香港新一届政府就职 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也随行前往 港警29日起 已在各重点区域布防驻守巡逻 据称为确保安全 港警已将此次保安级别定为最高 除西九站要塞外 也会沿线摇距护航及高度布防 包括沿途都有人驻守及巡逻 确保万无一失 有别过往乘坐专机 习近平夫妇此次选择已陆路往返 据悉两人也将会乘坐高铁当天往返 不在香港过夜 6月30日晚参加礼宾府特赦的晚宴之后 再搭高铁返回深圳 7月1日早上在赴港出席港府新班子就职典礼 这显然是出于安全考虑 从深沉意义上说 习近平最主要的目的是要防范他的政敌 会利用这次防港时机对习下手 这一点从一条新闻中可以得到验证 中国媒体报道说 至少从两个城市 包括从福州和厦门 乘铁路前往深圳方向的旅客 自本周日26日至7月2日 需接受二次安检 时刻上车 这是防范香港人吗 绝对不是 同时因为曾庆红在香港经营几十年了 习近平对于香港警方完全不能放心 因此我们看到习近平才会做出了这样一个动作 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是中共的一大丑闻 同时还有一条新闻 涉及到我们前面所说的 那些有着江征派系背景的香港媒体 从一个侧面也可以证实 曾庆红在香港的势力 依然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将 6月29日消息 香港政府通知至少七家媒体的十名已经报名的记者 他们将不能参加七一新一届港府就职典礼 和香港回归25周年的纪念活动 香港记协说受到影响的媒体包括 明报、香港01、南华早报、Now新闻台、法新社、路透社等 当然还有一些香港媒体为获准进行采访活动 其中的一个理由就是保安理由 让我们来谈谈明报、香港01、南华早报这几家媒体 今年4月26日 江泽民曾庆红派系背景的中共大外宣多维网 突然宣布停止运作 这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在内斗中遭到习近平整数 直接导致这个江曾派系的重要喉舌媒体被关闭 这个多维网此前最关心的就是习近平的出访问题 2021年7月6日 该网站发文 题为一年半未迈出国门 港媒披露习近平议后是否首访意大利 9月10日又再度发文 题为习近平600天为外访创纪录 美媒称会影响与西方国家关系 看这标题中的语气 习近平你都600天没出国了 再不出国都会影响到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了 江泽民曾庆红派系似乎比习近平还着急 可以说是一直想挤兑习近平离开中国大陆 有分析认为习近平不出国显然和二十大有关 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他可能担心一旦离开中国 中共党内的大批反习势力会连起手来发生政变 这样的事情确实发生过 比如说1964年10月12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在领导人赫鲁晓夫缺席的情况下 召开了一场撤销赫鲁晓夫职务的会议 并取得一致意见 此时赫鲁晓夫还在黑海之滨安然度假 10月12日晚上 柏列日涅夫胆战心惊地拨通了赫鲁晓夫的电话 请他立即赶回莫斯科 参加一个关于农业问题的主席团特别会议 结果一下飞机 赫鲁晓夫就被软禁起来 在克格勃的护送下 直达克里姆林宫 最终赫鲁晓夫被逼迫下台 因此我们看到习近平 无论海内外舆论如何议论纷纷 他就是不离开中国大陆 这一次去香港 也要连夜返回深圳 坚决不在香港过夜 他就是在防范这一点 而这个拼命挤兑习近平出国的多维网 他的老板就是香港商人于平海 因此习近平方面 能不对香港01进行防范吗 一定会的 再来说一下南华早报 很多人不知道 南华早报一直被曾静鸿所控制 2017年7月20日 南华早报罕见地刊出 暗示习近平大内管家栗战书 家人敛财的文章 并在次日道歉并撤回了这个消息 7月21日 开放杂志总编金钟 在美国之音访谈节目中说 栗战书是习近平的超级亲信 南早要报这样一篇文章 我们相信这个南华早报的编辑部 包括他们新任的总编辑 谭威尔 我们都认识的 没有这样的胆量 即使他的前任王向伟也不敢这样做 所以这事一定是有背景的 政治与经济学者陈晓龙博士 在同一个访谈节目中表示 马云虽然是中共购买南华早报的出资人 但对该报的经营权和控制权 却在中共港澳工委手里 而港澳工委的实际控制人 就是曾庆红 陈晓龙说 南华早报实际上是受到港澳工委控制的 换句话讲 刚才金钟先生提到 这个有人给他们送料 我相信南华早报是在港澳工委的 某些人的运作下刊登了这篇文章 而港澳工委 我们都知道那是曾庆红多年运营的地盘 他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在台面底下的势力 还在继续操作 所以可以说这是一个反习反王的 这股势力的一个台面底下 阴着干的把戏 至于说明报 也曾经被发现于几个江系媒体 如多维网 星岛日报 配合得非常有默契 多次步调一致地发表打击习近平的文章 新纪元周刊也曾经报道 明报背后的势力属于江泽民团伙 曾庆红在背后发挥作用 明报集团报系旗下的媒体 在全球范围内一直替中共江派在非常敏感的问题上发挥作用 报道还说 曾经红是江泽民时代的二号实权人物 号称江的大内总管 随着江泽民身体越来越弱 曾经红已成为江泽民集团的实际掌门人 从明报香港01南华早报 未获准进行采访活动来看 习近平方面应该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 最关键的是 这些媒体不姓习 而是姓曾 如果您喜欢我们这个节目 请帮我们点个赞 也希望您能帮助我们传播这个频道 让更多寻求真相的网友们能看得到 以上是今天的中国内幕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